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熱 相信有很多新手博士在過渡期的時候 常常會不知道要先練哪一隻角色 或是你想抄作業的話 會想知道哪一些幹員比較常用到呢 那作為一個抄作業的老手呢 因為我其實玩了兩個伺服器 就是我有玩日服跟台服 那在兩個伺服器呢 我都是一路從新手時期抄作業抄到現在的 所以我認為我在抄作業這一塊 可以算是稍微有一點點的心得 那本次影片呢 會主要以高配掛機的作業去講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上面有出現的四個T數嘛 第一個是我們作業大量會使用到 就是基本上高配掛機 你在可能活動第一關到第八關 你一定會看到這個幹員的這種情況 再來是偶爾出現但難取代 就是它可能像 可能尼岩這種 它不會真的每一次都出現 但它出現之後又可以抵掉很多幹員 讓你很難去代替它 再來就是偶爾出現 然後可能它也比較好替代 它就是好用 但是沒有到非它不可的感覺 那優先度低的話 就是基本上我們不會在掛機作業裡面看到它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吧 第一個是星熊 星熊我會把它擺在偶爾出現但難取代 因為星熊出現的場合 就代表它不單單的只是一個想要一個坦而已 它不是要一個只是一個擋上的坦 它可能是需要它的格擋 它可以擋掉可能比如說 青筋那個卡西米爾 像降低防禦的弓箭手 或者是一些神經損傷的那些關卡 我們會需要它的反傷等等 就是反那些遠程在那邊射的怪物 還有可能是我們要扛城防炮的時候 就是作為一個防禦率很高 然後可以格擋的星熊 我覺得這些場合上是比較難代替的 再來是賽跌 哎呀賽跌可更不用說啦 這是我們高配掛機的這個幻神之一啊 它跟這個黃可以說是兩人組打通了非常多的關卡 如果有的話肯定是優先鏈的啊 那斯卡蒂它雖然偶爾會出現 但大部分的時候可以代替 因為它可能只是要一個鏡位 可以守一些比較弱的單線怪物嘛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優先度低的這邊 黑的話也是不會出現在掛機作業裡面 那封敵的話我會把它擺在偶爾出現這裡 因為它第一點它可以幫我們先鋒增加這個費用 哎講錯了 第一點呢是它可以幫我們先鋒增加這個 SP也就是技能條 那另外一點就是它可能在前期單手的情況下也有不錯的效果 Queen幾乎不出現 那的話我可能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它在某一些關卡的話其實是蠻好用的 比如說腳面你擺一隻擺一隻W在那邊 可能可以省掉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它也是雖然優先度很低 但可以考慮練一下 那靈藍的話我會把它擺在偶爾出現 因為它通常會出現在掛機作業就是要二技能 二技能的話我們可能可以使用一些 比如說衣傷啊屍蝦蘭毒啊這些去代替 比如說你在打嚴骨的圖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些幹線去代替 那或者是你要緩速的時候 你可能就可以使用紫蘭去代替 再來是吉士阿某人的爹嘛 那它肯定也是在作業裡面大量使用的 雖然有人說它可能到後面沒那麼有力了 但它的泛用性非常高 它肯定是在作業中有一席之地的 雖然雖然大家永遠喜歡它 但它確實沒有那麼長出現在作業裡面 四二技的話我把它擺在偶爾出現但難取代 因為可能後面的關卡 比如說活動關卡一到八 它可能會只有在七或八出現 因為前面的關卡你也不需要四二來切那些 雜七雜八的小怪嘛 可能比較後面有BOSS出現的時候 你才會需要用得到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偶爾出現但難以取代上面 那推王的話它有不錯的體質 也有不錯的攻擊力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偶爾出現 還可以用的情況下 霞光的話不太會出現 迷迭箱也是 逆眼的話我會把它放在偶爾出現但難取代 因為所謂基石就是造謠 不是造謠 所謂基石就是可以替代掉非常多幹源的存在嘛 所以它還是非常好用的 並且它也可以擋乘放炮 那三我也會把它放在作業大量使用裡面 這個應該也不用多說 四大基石嘛 放在那邊可以單手一路 然後廢龍D 那閃靈的話我把它放在偶爾出現 因為畢竟奶的替代性比較高一點 但是大家要注意 在比較高壓的環境下 閃靈可能就會變得比較難取代一點點 但這種情況下並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把它放在偶爾出現這裡 然後是夜鷹 夜鷹的話那可以說是作業大量使用啦 練了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的二技能非常好用 它是群奶又可以給護盾 所以我絕對會把它放在第一優先度裡面 小火龍也是偶爾出現但難以取代 你用得到小火龍的這個地圖呢 就代表它是真的非常舒適啊 可能你這樣一燒就算一格也不虧 好不好 所以小火龍也是比較難取代的地方 但是它不會在每一次作業都出現 那小陽呢更是第一優先啊 這個絕對是要練的 不管是不是高配作業 基本上你都會需要這隻幹源 再來是冷天使 冷天使我把它放在偶爾出現 作為一個數據 然後它也有不錯的爆發傷害 但確實也沒有到那麼難以取代 捷哥幾乎不會用到 銀輝的話我會把它擺在偶爾出現但難取代 因為它可能會需要反影 反影這個作用比較難以替代 然後同時它陣營展的大範圍 也是可以讓我們處理掉很多的小怪 那特種幹源的話 它會放在偶爾出現這裡 可能騙一些技能 或擋一些傷害的時候可以用得到 那是一些可能部分少量的關卡可能會用到 但基本上我們大部分的作業裡面都不會看到它 所以我把它放在優先度低裡面 但它其實要練的資源也那麼高 所以有看到再練就可以了 牙心也是 然後是鐵獸 我剛才把一些用不到的幹源擺一擺之後 我發現實在是太多了 因為我們高配掛機的作業 其實會用到的幹源真的沒那麼多 所以我認為呢 我接下來就挑 偶爾出現以上的幹源把它放進來好了 不然這邊可能是放不完啊 再來是拉普蘭德 這個不用說一定是大量出現 它可以非常自動的幫你沉沒 然後同時有攻擊距離蠻遠的 那德克薩斯會偶爾出現 白面膠也是偶爾出現 賀木的話蠻好用的 有的話也蠻推薦練的 但就是奶媽它比較可以取代一點 那阿米亞的話你也是不折不練 畢竟你要推主線的話一定會需要用到 那這個四星特種的部分呢 我會把它放在難以取代 就是你可能需要用到它的時候 就真的是蠻好用的 你比較難用一些其他幹源 除非是同樣性質的 但同樣性質的話 作為過渡期 你又不一定真的會去練五星六星的推阿幹源 所以我還是會把它們擺在難以取代這裡 然後是谷米 谷米作為奶盾 其實也是蠻好用的 很常出現在作業裡面 當你有需要第二支奶盾的需求的時候 你就會使用到谷米 淘金梁在你可能需要報廢的時候 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伊桑作為這個特種 也是在非常多的場合好用 尤其是在炎國那樣地圖的時候 你可以當然處理這些需要攻擊次數的小怪 所以伊桑也是難以取代 但偶爾出現的幹源 然後凱爾西的話我會把它放在 偶爾出現但難以取代 因為我們掛機作業通常比較不會使用到凱爾西 但是你真的會需要用到凱爾西的話 就比較難以取代了 因為你可能會有同時有這個阻擋 坦度還有這個傷害三方的壓力 所以這時候我認為凱爾西跟M3 他是比較不好被取代一點點的 再來是紅帝 紅帝有取奶的效果 但同時又可以增加我們的容錯率 或是可以減低我們的練度 那他有出現的場合 我認為也是比較不好取代一點點 因為他同時還可以幫我們擬眼什麼的回血 然後又可以讓隊友加攻 讓我們可以更快的把需要處理掉的精英怪或BOSS處理掉 那水塵 水塵也是在這個偶爾出現但難以取代 因為他實在是太猛了 他需要出現的時候 都是可以非常快速的解決大量 然後或是血量多的這個敵人 那這點上他就比較難被取代一點點 畢竟他們也是換神的存在嘛 然後是成長 成長可能大家會覺得他的技能非常好用 怎麼會只是偶爾出現呢 但其實我們高配作業掛機 基本上還是圍繞在小羊這邊為主 當然你要拿成長替代也是有很多場合 可以跟他們兩個可以互換的 那這個就看個人 但比較不會那麼常出現的成長 我會把他放在偶爾出現這裡 菲亞美塔偶爾出現但難以取代 就是他可能有一些關卡 就是你把他卡在那邊 然後用三技能一直轟炸 這種情況下你就 就如果你沒有他的話 你可能真的是要換一份作業 就是他偶爾出現 但是你無法取代他 那號角的話呢 我也把它放在偶爾出現 他是一個蠻好用的 然後他的傷害也可以造成不錯的效果 但確實也比較沒那麼長出現一點點 再來是紅雪 紅雪我會把它放在偶爾出現但難取代的部分 因為他的傷害其實就擺在那邊 而且又有一個打字機非常好用 雖然我們的伺服器還沒有出 但我會把它放在偶爾出現 但我會把它放在偶爾出現 但是有出現的場合實在是非常強力 那同樣這個輸出也是同樣的道理 他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幹員 還有牢裡 牢裡他也是一個比較少出現 但他出現的情況下都是非常好用 並且難以取代的情況 因為可以達到一檔多 同時又可以抵禦非常多的攻擊的作用 那這邊呢 我還有一個不得不提到的幹員 剛剛臨時新增的就是這個新手博士的作業之神 那因為當初日服我是在可能將近久前後 啊槍近久前後入坑的 那我那時候抽了一支令 我就靠著這個令 搭配一眾的三星四星幹員 哇打到了後面 甚至是剛出的那個魚人號 那時候剛出的魚人號也可以打通 令對於你的BOX沒有那麼齊全來說 他可以真的是作業之神 太多基本上你 可以在很後期的作業都還能找到有令單通 他雖然跟我們這次影片的主軸就是高配掛機 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還是要著重推薦一下 OK 那麼這一次的這個作業好用幹員 就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沒有出現在上面的幹員 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台服的進度還沒有出 因為我是玩台服跟日服的嘛 就是這兩個服的進度他還沒有出 所以我就還不會知道他到底是否會很常出現在作業裡面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之後再更新一期後面的幹員出來 那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我可能不小心忽略了 這一點可能再請大家幫我提醒一下 非常感謝 那麼我是小熱 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拜拜